大家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玉葬花的种秋 我们来看一下玉葬花的花朵啊 它是世界著名的弯叶植物 不仅如此 它开花也很漂亮 首先说它的叶片啊 玉葬花的叶片啊 变化多端 各种各样的色泽 各种各样的渐变色 各种各样的线条 可以补充到它形态变化的叶片 美丽极了 普通的叶片只有绿色 但它的整个叶片颜色多样 花纹多样 这人喜爱 而且玉葬花还是一种 又耐热又耐冷 又不需要什么阳光 也能够正常生长开花的植物 总体啊是很好养的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 下面我们来看回它的种秋 玉葬花的种秋啊 它的根系呢已经长出来了 而且它的根系非常的发达 中间的种秋别看小 但已经有雅典了 所以是既栽既活的 如果你也喜欢玉葬花 可以学椰木栽种起来 下面我就来教你怎么栽 下面我来教大家栽种 玉葬花的要领 首先说一下花盆的选择 玉葬花的栽种啊 花盆要选择18到20厘米左右 直径的花盆 不要选择过小的花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要小看 玉葬花的苗很小 它长出来叶片是很大的 花盆太小的话呢 不够它长 那千万也不能够选择 超过20厘米以上的花盆 因为玉葬花的种球比较小 如果花盆过大很容易积水浪根 所以经过我常年的实验栽种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18到20厘米 像这么大左右的一个花盆 是比较适合它的 那栽种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不要把玉葬花的种球栽的过深 那很多花又喜欢把它埋这么深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它的根系要留下很多的空间 往下长 如果你把它栽这么深的话呢 它下方的空间就太少了 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呢 只用把土壤刚刚没过它的 雅点的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实际栽种 比如说附土在这个地方 那我栽种的深度大概就这么深 刚刚把雅点没过就足够了 我留下了这么高的一个根系生长空间 这样它未来啊 会长得更大叶片更多 开花也会更漂亮的 好的 栽种完成之后啊 我这个雅点是刚刚没过的 没过好之后 就可以一次的给它浇上水了 这便水啊 我们称之为定根水 并不是说这个水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成分 而是说呢 它能够让根系跟土壤充分的结合 加快它生根的速度 所以这一套水啊 这一次水我们一定要给它浇透 浇透之后养到通风散射光的位置就足够了 后期养护浇水保持干透浇透的习惯 不干不浇 干就给它浇透 像这样玉栽花就可以养好了